我們身體98%的疾病 都是血液循環不良 缺氧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缺氧會造成很多毛病 然後接地氣 那我們現在就請到 愛友新生命協會的王愷老師 我知道你們照顧很多的愛友 所以也是常常去各方面取經 希望有好的方法能夠幫助他們 那你今天就要帶來三招 第一招好像跟剛剛我們講的 改善缺氧有關對不對 是啊 是啊 那我覺得脊椎旋轉 這個其實是就非常好 所以第一個叫脊椎旋轉 因為我們平常說鞠躬鞠躬 那個躬其實是像一個躬 可是我們大部分人鞠躬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像躬 我們平常鞠躬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屁股都往後翹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是平的 平的 對 那因為我們癌症病人 有很多人脊椎其實是不是很好 再加上他們萬一有是 那個癌細胞進到骨髓的話 那他們其實就是骨頭會很不舒服 那我們就覺得骨髓是因為造氧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有個方式 造血 造血帶氧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說整個骨髓裡面 有很多的含氧量 造血的含氧量 其實對他們很好 所以他的第一章其實很特別 就是下巴一定要扣住胸口 是 下巴要扣住胸口 好 它其實就是延展脊椎 把這一段的那個 我們很慢喔 很慢喔 大概十秒鐘 慢慢來 然後第二步的話當然就是 肚子要內收囉 對不對 肚子內收 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屁股 不要再往後推了 對 要往前扣住 然後就慢慢下去 慢慢下去 那因為你屁股往前推 你膝蓋大概就會放鬆 這有點像我們練體式呢 他們說是從髖關節去彎 它其實是從肚子喔 從肚子 對 從那個丹田的地方 往下彎 所以它的整個軸 是在丹田跟命門當中 這個地方 不是這個位置 是這個位置 是這邊 對 這個是軸 然後但是這裡是整個 但是這邊是扣住的 那因為只要屁股往前推 是 膝蓋就會放鬆了 所以它就彎彎彎 像這樣子彎的話呢 最多就只能彎到80度 就彎不下去了 OK 然後你看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是非常的紮實的 整個打開 是 然後上來的時候呢 也是要慢慢慢慢的 慢慢 下巴要扣住胸口 這樣子慢慢的上 所以先把身體挺起來 對 然後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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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慢慢的 對 然後再把下巴拉上來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在公研院 在各個機構 各個學校 都有在叫 很多人就用這樣子 平常累的時候 它就站起來 只做個一次 兩次 三次 其實對整個脊椎的拉開 然後伸展 還有整個精神也會變得很好 一次下去30秒鐘 30秒 所以這個10秒 10秒鐘 是不是 對 這邊10秒 然後呢 這時候肚子內收 屁股往前推 然後慢慢下去 你看 你看這邊就變成一個弓 很像弓 對不對 然後呢 慢慢 然後到彎不下去的時候 就停住 其實你要彎下去 屁股一後推就會往下彎了 可是你要是撐住的話 它就彎不下去了 你看它上來的時候 下巴是不是還是扣著胸口 這個是要點 對不對 下巴一定永遠要扣著胸口 然後屁股一定是要往內縮 上來的時候 屁股就要放掉了嘛 要放掉嗎 對啊 下去的時候 屁股往前推 往前推 然後上來的時候 屁股就放掉了 就讓它自然了嘛 對不對 然後整個就下巴上來 其實真的效果非常的好 自然醫學也是很重視脊椎的嘛 對 那你覺得就是這樣子的 脊椎伸展有什麼好處 它其實是靠腹肌的這個收縮 來固定它的骨盆腔 然後在做這個彎的時候 可以把整個脊椎 從頸椎 胸椎 腰椎 整個把它打開來 整個把它打開 所以你會感覺到 跟一般的鞠躬 很不一樣的一個放鬆方式 不會有脊椎的沾黏對不對 除非呢 除非你做這個的時候 你會痛 如果會痛的話 表示你的椎間盤突出 是向後突出 如果是這個人 那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那就可能要避免 但是如果你是椎間盤突出 向前突出的話 做這個反應是有治療的效果 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可能以後每天都會做 那第二招呢 第二招我們稱為踏實人生 我剛剛聽到接替器 我就覺得踏實人生 搞不好是一個很好的接替 就是說我們可以 把腳放在地上這樣子 然後每一步 都是穩穩的踩在地上 OK 然後呢 我們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 踏實人生就是說 當你踩下去的時候 我們建議你膝蓋稍往後推 它的方法 因為大家看不到 所以我把它的褲管捲起來 好 就是說它每一步 它可以在原地做 好 那譬如說師兄 一步 譬如說它就在原地做 等車的時候 OK 譬如說這一步 它就慢慢地把膝蓋 往後推一下 然後呢 過一下下呢 這個往前彎 這個往後推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彎 一推 並不是兩個同時往後推 它就是一個 一個往前彎 一個往後推 你們看到 那動作你說都要很緩慢 對 都是很緩慢的 那一樣的 把這個東西變成動態的走路 好啊 來 譬如說往前走一步 好 然後往後推一下 然後再往前走一步 往後推一下 然後這在上山或下山 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我們那邊有很多癌症病人 有很多老人家 用這個方法 黃山都走上去 我們有一個癌症病人 他以前是跑步的 你知道跑久了以後 他的膝蓋就是開始有受傷了 有一次他去看醫生 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要做一點膝蓋往後推的動作 那我們就用這樣練習以後 然後我發現效果滿好的 我最近學到一招 因為我昨天晚上 忽然發現就是去洗了 沖冷水 就腳有點冷 就差點要抽筋 那我就忽然想起 我的舞蹈老師教我 就是他的老師傅教他的 就是拍這裡 就是兩邊拍 你也可以兩邊拍 也可以哪邊抽筋拍哪邊 我告訴你 立馬抽筋結束 那我為什麼會想到王愷老師呢 是 你還有一招 那這一招呢 我自己有實踐過 覺得還不錯 我有一天進去 還有新生命協會 發現每個人 都拿了一個牙刷 然後一面跟我講話 一面在刷牙 我說這些人真不禮貌 真是不好意思 可是後來他們告訴我 其實這是他們 非常好的一個養生方法 對 而且我們覺得 牙齦需要按摩 所以我們就發明了一個 叫乾刷牙 那其實這 當然不是 我一定要說 也是牙醫師教我們的 因為他教我們刷牙的正確方式 可是我們覺得 這樣子正確方式的話 如果快 他其實會傷牙齦的 所以我們就請大家慢 你會發現我們的動作 都是慢 對 其實現在人 就是太快了吧 對 沒錯 對 尤其對我們的癌友 他其實都是過快了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慢慢慢 所以我們就請他們刷牙 那刷牙的時候我們就說 因為我們平常刷牙都是這樣拿 這樣拿就很快 所以我們就這樣拿 籤筆的樣子 這樣拿 這也是牙醫師教我們的 我一定要說 OK 好 他就是 都是這樣子刷 慢慢慢慢這樣 兩個兩個兩個 一次兩顆刷 一次兩顆刷 然後一次兩顆刷 兩顆刷 兩顆刷 然後這些 這些當然就是牙醫師的教法 可是我們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 怎麼一刷久了以後 唾液 對 就 飛奔而來 對 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傾瀉而出 對 因為很多你又不好意思去吐 對不對 那我們就認為 那就吞下去了 那突然間想到說 所有的動物當有受傷的時候 他們都是用唾液來治療 對 那我們就去查一下 原來唾液有一些消毒的作用 是的 然後而且量大的唾液的話 其實是對胃是有消化 所以我們就這樣刷刷刷 然後突然間發現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可能有菜渣 還可能有一點味道 可是刷到15分鐘以後 整個嘴巴是清新的 然後聞牙刷 牙刷居然 不錯 真的 我有實踐過 我回來就想說 我來試試看 然後我就這樣刷 我沒有像你拿鉛筆一樣刷 但是我還是這樣子 原來這樣子刷 但是就是慢慢的刷 就刷久一點 我發現真的就是很多的唾液 然後越刷 覺得牙齒越乾淨 是 然後刷到最後你會發現 牙齒上面有一層膜 好像有保護膜一樣 然後因為很多的唾液 然後又是在吃飽飯以後 所以它就進到胃裡面 好像胃的消化也變好了 更好的是說 它真的維持在你飯後 30分鐘之內 就把牙齒都清乾淨了 你們好像都刷30分鐘了 對 來 我們的牙醫師解釋一下 你覺得怎麼樣 我是非常贊成這個做法 我在外面 我都很不推薦使用牙膏 為什麼 牙膏一用到嘴巴裡面 口氣清新 而且你用牙膏 唾液就不大分泌了 對 高張濃度的這個牙膏的成分 是 那唾液它太多好處了 這個除了消化 還可以抑制這個細菌 最近那個哈佛大學又說 這個唾液比那個 孵化物預防的蛀牙還要好 當然它還可以抑制這個硝酸炎 可以避免這個癌症 確實是有效 但是我就是有一點小建議 這個病人如果他的唾液 是比較偏酸的 偏酸的話 這時候你去刷牙 對牙齒是個傷害 牙夠多 嘴巴都常常酸酸的 這時候真的排排靜電 常喝水 深呼吸 然後這時候我都會建議就是說 不要急著刷 是不是做一些按摩臉頰 OK 然後下巴抬高 這個下巴骨內側 輕輕按摩這個 二下線的唾液線 是 然後最後兩個拇指並揉 這邊再揉一揉 然後第三...這是第三條 對 第三個 這個揉一揉之後 馬上你的口水就出來